哈囉,我是嫁到香港的厭世人妻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麥當勞 其實我個人沒有非常喜歡啦 在台灣只是偶爾放縱一下 會去體驗一下垃圾食物的美味而已 我還蠻喜歡麥當勞 炸物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可能是炸粉的關係 有一種跟外面雞排店不一樣的 素食店獨特的美味 而我嫁到香港之後發現 香港的麥當勞真的超級難吃 首先光是外型就讓我嚇一跳 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這個是點餐台的照片 然後這個是我實際上拿到的照片 發生什麼事? 每一款漢堡都是這樣 重來都是皺巴巴乾扁扁的 很像不小心掉到公車上 然後下一個客人沒有看到 不小心皺到他一樣 又乾又扁 然後味道更是匪夷所思 像我個人比較樸實 我不會點那種雙層牛肉堡那些太大的 我吃不完 我最常點的就是麥香雞堡 麥香雞堡就是很簡單 就是漢堡肉加大家雞排而已 但是依台灣的味道呢 就會有蓬鬆的漢堡 然後有麵包香加上蛋香 然後再加上特別的垃圾食物的那種美味 對我來說就已經很滿足了 但是香港的麥香雞 首先他的漢堡就是漢堡麵包就是乾扁扁的 沒有熱過的感覺 所以他就是沒有麵包香 然後蛋也沒什麼味道 最重要的雞排也沒味道 而且是炸到有點乾掉的那一種雞排 整個漢堡呢就只有美乃滋的味道 所以你能想像整個漢堡每一層 他除了沒味道之外 口感都很乾扁 感覺真的很像在吃瓦刃子 還是什麼厚紙板在配美乃滋 我幾乎不知道我在吃什麼 而且不是只有麥香雞喔 我還吃過魚柳寶 起司蛋脆雞寶 全都一樣 都是瓦刃子加薄莉蓉 配美乃滋 真的是名膚其實的垃圾食物耶 如果你們要來香港旅行的話 歡迎你們安排一站到香港的麥當勞去體驗一下 或是你們已經吃過香港的麥當勞 請留言告訴我你們的心得 是我太挑食嗎 不是吧 我個人是非常沒辦法吃出美食的人耶 所有的食物只要有熱有鹹 我都是可以下咽的 所以能被我吃出來是不好吃的東西 是真的難吃 我真不懂麥當勞不是國際連鎖素食店嗎 他不是所有的餐都會有一套SOP 怎麼會味道差那麼多啊 之前好像有聽說過香港的麥當勞是中汁 是嗎 你們知道什麼秘密嗎 好了今天的亂聊就到這了 以後我盡量每天都來跟大家聊一些 雜七雜八不重要的小事 可以留言告訴我你們想看我聊什麼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看看我 看你的 crow 你要不要整個小部 我會感到她自己的餐都跑 就會有當我示範 我可以吃,你吃找我嗎 你吃什麼鬼 也可以吃,你吃幾乎 我會吃回來 我ค著想看我 你吃不成功 我會不知道 我看你放一個肉